黃先生 先問一下 有沒有看見子女的 黃先生 我問了一下 這裡有她的名字 黃先生是她來的 黃先生是她的 是她的副主席 Sorry 大家 黃先生先說 看看有甚麼問題 黃先生可不可以說一下 你覺得她有任何遺憾多元現在 發生甚麼事 因為我們來的村子幾十年 她沒有挖過鵝床 基本上石頭就沒有衝出來 她把石頭放在一邊 而沒有去清理 一大雨的時間 她機上做的石頭是完全沒有平估過 她這場黑雨一來 就衝了下去 因為她主流和支流 她有一條水她截了 將它推進去支流 這樣承受不起來 所以才產生這麼大的災害 那現在呢 那現在呢 整條大部分的沙石 是否都做了美 都不熟了 那現在大部分 你都清了 但是你安不安全 我們真的不敢說 那現在下大雨 就不怕淡滋他們的村民 這是肯定的 那可否用客怎麼淡滋 老實說 你一下雨 過過家 因為上市好像有一套胸口 有一套屋頂 那你說怕不怕 那不是真的每次都這麼幸運 所以我都害怕 那些事件有沒有聽到 還有什麼感受呢 現在的感受就是 不 家園就沒有了 但是賠償 就只是被人一拖再拖 就拖到現在了 但是你當局 完全是沒有個表示給我們 你有沒有說現在 你上市政府做到什麼 你給市政府 是否以他們的方法 就是最重要是安全 其次為家園損失的東西 希望可以幫我們家園做變 我們家園都拿不回來 我們說什麼都沒有用 下一步的行動 下一步的行動就是 看看成員怎麼幫我們 因為我們現在申訴無疑 對不對 就是當局的議員幫了我們 然後他們說群務署不停地拖 拖到我們都沒有 辦法都沒有了 所以我們總是說 即是角度是這裡 就是希望我們傳媒界 可以將餘實的資料 可以公佈出來幫他們 剛才說安全 其實你就是希望 即是有什麼改善 就是徹底一點 不要只是官免這樣說話 老實說 我們完全不是專業的 我們完全是不知道的 那病床 我覺得就是 希望你們 即是有人去監察 幫我們監察 他們跟我們不停地改善 但是我們真的不懂 我們完全都不知道是怎麼做的 即是叫做安全 對不對 所以說有些事情 就希望你們可以 透過我們全部的力量 可以幫我們找到真相 老實說現在有些居民 現在這間屋都不是整好的 甚至乎現在有些屋是裂了的 我們跟他們申訴 說是與他們無關的 這已經是事實 整間屋裡 直接裂開了裂 可否說一下現在有幾個 這樣的情況 即是屋裡有 現在暫時都有 至少有兩、三個 最少有兩、三個 最少有兩、三個 那現在還有沒有居民 在原廠的地方 有 我們現在全部的居民 都在居住的 全部都是 這些人都沒有居住 全部都是 就只是做這個 他們只不過說 兩邊、河邊 盡量做好些給我們 老實說 我們真的完全不懂 當地的機制 都做好了給我們 那你說真的行不行 我們真的 我們唯有是 是說正天由來 我們沒有的 我們現在老實說 根本上都沒有人理我們 如果有的 很坦白說 我們都不用 可以出來找到居民 真的沒有辦法 我們 謝謝 謝謝 好 謝謝 好